為您邀請到的是 功德電子工業補配有限公司的 邱博碩副總經理 為各位分享 不再只是安靜的守護者 功德電子從被動化為主動的進擊之路 有請邱博碩副總 謝謝 其實今天本來一開始有準備了一個 現場的一些互動的一些問題 但是可能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只能做在單方面的一個分享 不過也很開心 這次能夠跟工業局的長官 還有各位的先進在這邊分享 功德電子的整個品牌再造的之路 我想功德跟很多業界的先進是一樣的 跟台灣很多在地的一個中小企業是一樣的 我們公司本身是一個技術非常強的一間公司 也做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的 深耕的台灣還有中國大陸這條路 但是一直到現在四十幾年過去了 我們發現說公司可能不是只有技術強就好了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必須要做 才能夠帶領我們更上一條路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功德電子主要做的是被動元件 就是保險絲 因為光是講保險絲可能大家會聽不太懂 所以要加一點被動元件 跟上一點時代潮流大家才會比較了解 保險絲這個東西就是很簡單 就是保護電路元件的一次性的零組件 那他就是靠中間的這條融絲線 那只要有比較突破的電源 就把這個電路切斷 然後用來保護我們的電源 那公德目前已經成立四十幾年 我們1977年民國66年成立 那現在是台灣最大 也是全球前三大的保險絲的製造服務的品牌公司 那現在台灣第一大 而且我們其中有一項產品是全球最大的 那目前在全世界的筆電的供應商裡面 我們是最大的 那在那個螢幕裡面是第三大的 那四十二年每一年的年產量有二十一億顆 那當然在這中間其實就如同我剛剛所講 其實功德現在已經做的 可能對創業者來講是非常的大 但是對第二代來講他的這個前面的挑戰 可能又比較困難 像我剛好聽到說那個福利麵包來台灣七十幾年 那基本上我想可能也跟我們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它不只是第二代或第三代 那而且剛剛有另外一位業界的先進有提到說 我們做的也不是B to C的產品 是B to B的 那所以可能面臨到的狀況又不太一樣 那再加上功德我們做的只是一個小的零件 那看起來是不太有什麼樣的吸引力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個品牌要怎麼樣再把它打出去 那讓那個國際世界都知道功德 這個困難度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我們原本的客戶就已經有在這幾個領域了 包括電源、顯示器、還有照明跟網通 而且其中也很多都是世界蠻大的廠商 像台達、光寶或者是三星或者是華文 其實我這麼講就那個創業者 它已經做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對我而言 就是第二代所要面臨到的這個品牌 怎麼樣讓其他的世界大廠 或者是讓原本的大廠 能夠跟我們做更加緊密的結合跟合作 我想這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挑戰 我們的目前我們主要是在亞太跟這個大中華地區比較多 那至於說像美國、歐洲這些其他的比較大的品牌廠 世界大廠可能比較不太了解功德 那我們在產品的部分也是 我們的主要是在電子的消費的領域的產品 還有電動工具 那要做到車用市場甚至其他的市場 那我們在想說應該是需要更好的一個品牌力 才能夠讓客戶更了解功德 那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我們自己在本身 我們自己的產品的產品力還有技術都做得很好 所以包括很多的這個安歸 還有系統認證 還有像是這個台灣精品獎 我們把產品都做得很好 這些原本就已經有非常好的實力了 那我現在想要做的就是怎麼樣讓其他的 這個世界大廠更了解功德 還有其他的一個實力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那主要就是不管是用插的還是貼的 都是在這個主機板上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真的就是在邊邊角角 很角落的一個產品 所以你要讓人家了解到其實還滿困難的 那這是我們幾個主要的那個產品的領域 銷售領域 所以在這個導入品牌計畫的最一開始 我就想說怎麼樣讓我們的競爭力提升到 讓全球的消費市場都了解說有功的這個品牌 而且我們主要像剛剛所講 我們面對的也不是這個消費市場 我們面對的是工業用品 那怎麼樣就是你在跟這些你的客戶只有RD 只有採購 你怎麼樣讓他能夠了解說功德是他可以值得信賴 可靠的一個 而且可以長期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有很多事情必須要跟他們講 那我們目前是台灣第一 而且我們還希望能夠做到整個大中華區域 亞太跟世界第一 而且主要是我想要跟大家講 因為有來過我們公司 我們的客戶跟我們的供應商 其實對我跟創業者就是我父親 其實非常了解 大家也都會說功德這麼好的公司 你為什麼還要再做這些品牌 其實我想跟他們講的是 我跟我父親的差異 並不是只有我的頭髮比他多而已 還有就是 還有我還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把我們的公司帶出去 而且不是只有技術而已 是還有品牌這件事情 那我先講這個整個效益 我們一開始所設定的目標是 我們公司大概是9億的年業額 那他可以幫我們增加4千萬 那雖然這個4千萬的目標並不是很多 他大概只有在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五所帶來的一個業績的成長 但是對我們而言 其實這個賣出的一小步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大的一步 因為他就是一個品牌 直接給我們所帶來的一個效益 而且我們實際上還超過他 還超過我們預期的目標 那這整個通路增加了17間 產值大概到4千6百萬 而且網站的流量 就是在那三個月裡面 整個新增的用戶人數高達1萬3千多人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意外 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先對我們自己的品牌 原有的品牌做了一些檢視 當然我們就發現說其實我們產品什麼都做得很好 那但是我們的品牌力跟不上我們的產品力 我們只會把產品做好 而我們不會說故事 我們也不會講說我們的公司到底是哪裡好 不會把我們的一套的系統化的東西跟我們的客戶講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品牌 那在運用的一些手法跟一些行銷的方式 讓客戶知道公德其實不是只有把產品做好而已 那其中我們所面對到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品牌有一點老化 而且這個形象還不夠鮮明 這個計畫是品牌在照 所以也就是我們原本就已經有一個品牌了 那他就是我父親 他在當時他在其實在20年前就做過這件事情 他也要做品牌 那我當然想做得跟他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那時候做的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這個漸層可能已經對我們而言 那感覺已經是有一點過時了 而且是我們希望能夠更簡單 而且更明亮 而且更那個洗練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他當初做了很多的東西 包括說這個海報、文宣 這個他當初其實都做了很多 但是我希望能夠既有溝通 那告訴他說我們希望有一個不同的東西 可以呈現給我們的客戶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訴求單一 因為那時候其實他也想出了一個口號 叫做Safety for your life 就是不斷的強調安全 而且這個口號就是 日本的品質、台灣的速度、大陸的成本 這在當初是非常合乎時宜的一個口號 但是我認為現在來講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台灣的速度坦白講 大陸搞不好比我們還要快 那日本的品質其實常常也出了問題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一些東西必須要做改變 才能夠比較符合我們當時線下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再加上說 其實中國大陸他的很多的紅色供應業 他其實知道我們已經做了這些 而且我們的口號他們都知道 所以你跟他講價格他比你低 你跟他講速度他比你還快 那你跟他講安全性其實他會跟你說我也有安全性 那變成說我跟客戶坐下來談 我希望客戶跟我談的不是說 你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你的品質能不能做到 如果你的價格做得到的話 那其實他就會跟你下單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價格而來的客戶最後也會因為價格而走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的客戶其實了解到功能 不是只有價格也不是只有速度 也不是只有安全性 我們還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在行銷的這個內容跟工具 可能還需要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像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一直都只講到說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那沒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這次特別有跟這個廣播公司合作 那幫我們有想了一些不同的東西、不同的故事 他能夠提供給客戶 那品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你希望客戶能夠了解你 你能夠帶給他什麼樣的價值 他有可能是實質的 就是價格或者是安全 或者是其他無形的東西 那是什麼樣無形的東西 那包括了我們現在能夠做到很多 比如說產品做得很好 我們也能夠做環保 而且我們的品質做好 然後我們有的服務也都做得很好 希望這些東西都能夠把它放到客戶的 腦袋裡面讓他能夠記得功德有很多的好 不是只有單一一個 那第一步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這個企業的 使命願景裡面跟客戶講 那告訴他說 為什麼當初我們要做保險室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要走到現在還在堅持做保險室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故事 我們希望能夠把人類的用品安全保障 因為保險室是當初艾迪森發明電燈的時候 拿來保護電燈的 因為他售電燈很貴 那所以他當初就是一開始設計 來保護這些珍貴的產品的 所以現在還是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保護這些珍貴的產品 只是說產品可能換了 換成了手機、換成了筆電、換成4、5、7 跟其他的比較高階的工業用品 但是我們的理念是一樣的 那我們的目標也建議 那策略也定了出來 那我們的策略就是第一個 重新檢視我們的自由品牌 再來就是定義我們的品牌訴求 再建立我們的品牌識別的系統 那第一個就是先檢視 你要怎麼樣去檢視 其實這次也很感謝這個廣部公司幫我們說 在廠內還有廠外 那包括從上到下、從裡到外 都做了訪談 那重新了解我們是怎麼樣的一間公司 我們的核心價值在哪邊 那以前大家眼中的功德 可能就跟我們歷史以來 這麼久的文化以來一樣 我們的配合度高、我們很可靠 我們的默默的都把我們的這個產品做到很好 而且客戶交代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非常怪的一間公司 那現在我們可能要跟客戶講說 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能夠做到零零產業 我們一直不斷的創新 而且積極主動去配合客戶 問他們需要什麼 那再加上說現在這些很多的廠牌 都是國際化的 我們也能夠配合它做到國際化 跟它服務到世界各地 那對內也是一樣 那對內的部分 我們透過這個很多的不同的會議 包括在每個月的樂會 跟大大小小的一級主管會議、擴大主管會議 甚至在尾牙位跟我們的員工在講 品牌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要讓我們的員工從他的心裡面去認同 功德這個品牌 那進而幫我們把我們品牌需要的東西做好 那而且能夠幫公司把我們的品牌打出去 那再來就是定義 要看怎麼樣把我們的品牌定義在哪一個 社會的地位跟業界的一個地位 那我們告訴我們的員工跟我們的客戶 我們把我們自己定義在效能跟安全 而且保護機制都做得很好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不是只有保護一般的元器件 不管他發明了什麼樣更新更好的東西 我們都會做好我們的我們自己的本分 幫他們把他們的產品給保護住 那所以我們也跟廣告公司溝通了一下 那他們幫我們定下了我們的標語 就是Go Further Go Conquer 那怎麼樣是Go Further 就是我們一直不斷的往前進 往前再進一步 就是除了做到我們現有的 我們還能夠再多做一些東西 幫客戶多想一些東西 把我們的安全性跟我們的效能做到更好 那希望他能夠一想到他要這個保險師 他就Go To Conquer 他就會來Conquer 而且Conquer另外一個意思是政府 我們可以陪著他一起征服世界各地的市場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客戶對我們留下比較好的印象 所以這個標語提示我們的辨識度跟記憶度 也強化我們的品牌的核心的精神 還有這個設計 當然品牌免不了我們要設計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讓我們的客戶看到 功德其實是一個全新建立一個品牌識別的系統 所以這個以前的這個漸層的很多顏色 我們把它全部改掉 改成就是這是我們的展場 那以前的展場看起來顏色比較多一點 而且會比較亂一點 那後來我們就把它改了 改成是一個單一的顏色 而且的顏色就是他的那個輔助色變得比較少 那另外在字體的部分還有文宣品 還有那個演講的這個那個投影片 全部都已經改掉了 而且變成單一的那個企業的識別系統 那包括在很多其他像是那個名片、識別證 還有那個藥名卡還有信封 就是不是只有公司出去外面給客戶看到的東西 包括我們公司員工自己用的這個名片、識別證 讓他們接觸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不是只有客戶看到你的改變 連員工都能夠看到你的改變 那最近我們也有想到說 要把我們的這個大廳重新整修、蠟皮過 那把它做成統一的一個企業的識別、一個形象 那包括這些產品的這個輔助的這個樣品卡、背板都是一樣 模型也是一樣,模型都做成 那甚至以後我們公司買的那個業務車 這個顏色我也要求就是要用這個顏色 全部都是要一樣的 那這是我們的展場 那在那個上海慕尼黑的時候 是第一次我們把我們的展場 就是拿到外面去設計這個展場 那可能有很多老的顧客 他看到功德不太一樣 其實很多旁邊甚至旁邊的不同的公司 都跑來跟我們一起拍照 他覺得我們設計得很漂亮 那包括我們自己的員工也說 那個副總可不可以以後我們的辦公室也弄成這個樣子 就是看起來大家上班都會很有精神 那所以我們預計把我們大陸的辦事處也弄得跟展場一樣 就是他們的那個整個風格也會弄得這麼的鮮密 那我們的那個官網也把它重新改造了一遍 變得更有企業的識別 那這次一開始我講的我們站的流量 也因為這個樣子增加了一萬三千多個客戶 那也吸引到了很多外籍的媒體 那當時有來自世界不同的國家 有七個國家同時來我們公司採訪 所以在我們的自己的目標原本是台灣第一 那在這個品牌設計的發展的這個再造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了亞太的第一 那希望能夠接下來做到全球第一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要面對的事情 那你做品牌不是只有把這個文宣品 把這個那個名片、識別做得漂漂亮亮的 還有很多實質的內涵你必須要去做到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也有很多的事情跟大家講 就是對內我告訴大家 你必須要把我們的企業內部的實力提升起來 譬如說我跟大家講我們要導入TS1699 而且我也去申請了中間企業 那這個中間企業在國外它叫做引擎冠軍 這個拿出去國外其實大家都聽得懂也非常的好用 另外在創新的部分 那個我們的專利發明也是大宋華區的同業最多的 那兩屆臺灣精品獎 那在最近我們也導入了精緻管理跟智慧製造 那希望說能夠從不管是產品的創新跟工廠的管理 再把它提升起來 那最後我們也申請了這個國家品質獎 有希望是成為我們業界第一個得到國家品質獎的公司 那我也跟員工講說我們把外面做好了 那裡面內部的那個體質也把它改變了 才能夠搭得上我們的品質力 因為你不會期望說林志玲她開頭跟你媽一句髒話 那這個是非常的不搭的 那你會期望說她能夠跟你營私做對請起書畫 這個才是一個你的內涵力 所以我也非常得到我們員工的認同 他們也是最近都雖然很辛苦 但是也跟著公司一起做這些整體內部實力的一個提升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上一頁我順便有提到這個 這個其實後來我跟我們員工在很多大發小廠 都不斷的在宣導品牌之後 在這一次我們尾牙他們特別想說 我們伴手裡要做什麼 員工自己設計的一個保險絲 絲者絲 因為我們公司做的是保險絲 所以他們幫我設計這個保險絲出來 那我原本當初本來想說我做一個什麼保溫品 還是什麼東西出來就好 他們說不要 不懂我要一個保險絲 而且這個保險絲是有悠遊卡的功能 可以做鑰匙圈 員工自己主動幫公司 就是希望能夠把品牌再做得更好 他說你們以後出去見客戶 可以把這東西送給客戶 那加強我們的品牌 那也讓我自己本身也滿感動的啦 就是我做的這件事情 然後公司大家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普遍都得到了共識跟認同 所以我想這個能夠得到 我們常在說得到家人的支持 就是你前進的動力 那我們公司的員工也就是我們的家人 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 其實我認為我們這條路應該能夠走得更遠 那這個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